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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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问我什么 我还是没听 要做一件事 你是问我你的心态 到底要不要做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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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什么事情 就是去投资一个项目 对 我这个项目已经做了三年 我会整天担心纠结 哎呀 我能不能输得起 我现在年纪不这么大 那什么年纪能输得起 什么年纪也输不起 是吧 不过你要真的是大家谈世俗的 说你做点生意这就是 我觉得你成员还蛮好的 你可以做任何事 投资做任何事 但是你的心态就是 输赢这种事不要太在意 你还年轻大不了就是一无所有 重新来过吧 就是其实不可能一无所有的 我们永远有一个强健的起魄 有一个智慧的大脑就在那 已经足够了 你来的时候也是一个人 你来的时候啥也没用 直到今天没关系的 不要怕这些 你还年轻你在创业知道吧 你这个年龄在创业 当然投资的时候 做一个项目有点风险 你可以适当地去 我相信凭你的智慧啊 凭你的聪明 你应该把风险 已经规避到很小的范围 如果你能考虑的话 但是 我相信首先你要 你需要的是脱离 你知道吧 你能输得起 就算是今天同志这个输了 我可以重新来过这个 你可以的 没什么不相信自己 但是如果 但失败 虽然我已经过一月参名过 我已经参加了 如果指标你失败 你妈就会骂你 你老婆就会雷红 我说 没有没有决心 他们会怎么一起 你就在一个社会关系里 我觉得这个 真不是你应该 考虑的问题 你只管做事 知道吧 一般在人 模式在人 城市在天 你只管去做 当下决定你的 我相信你做了三年了 市场也考察过了 很多东西考察过了 他有赢 可能也有失败的地方 这个其实 你的问题想太多了 知道吧 要考虑老婆的问题 要不要能给他们 带来幸福吗 又要考虑你妈的问题 又要 如果这还没孩子的 又要考虑如果孩子的问题 那你未来在考虑上 遛到社会的问题 有没有价值 那你不累死 你首先是想多了 你知道吗 你这解释 你这样子做事 咋 你咋 就算赢了你 都累死你 你知道吧 做之前就会考虑很多 当做的时候就很纯粹 所以现在就很纠结 你的问题 不是出现在这一件事 知道吧 你出现在你的人生观上 就是说 你不是这件事在纠结 你未来很多是会纠结的 知道吧 会做 就算成功了 你都说 再成功 你活得很憋屈 我告诉你 你坦坦坦坦 站在这 你看看这个世界 成功失败 有很多人已经成功了 知道吧 已经过上了你要的日子 知道吧 有很多人已经成功了 现在站在成功的位置上 是吧 他们又怎么样呢 你怎么看他们呢 就是假如我们现在没成功 我们是一个没成功者 你会去今天晚上坐在这 你跟我聊的事 你成功失败的事 你会关注他们的成功吗 你觉得他们幸福吗 现在快乐吗 或者是他们到底成功为了什么 他们给家人带来快乐了吗 他们成功了 给老婆带来快乐了 还是给他妈他爸带来安心了 他妈他妈的安心 需要他的成功来带来吗 他老婆的幸福 需要他的成功来带来吗 里面很多变数的 怎么可能就是你一件事 就能全搞定呢 有钱就能搞定吗 招了钱就能搞定 肯定不是了 那现在很多成功的家庭 一大 所有的豪门都一大堆问题 都是有钱搞的事 知道吧 有钱惹的祸 你以为有钱就能搞定 大家的幸福生活吗 不是的 是小错了 知道吗 不要这样想问题 做事就是做事 跟其他没关系 知道吧 是吧 不过就是可能你投资的钱 有家人的利益 是吧 你可能把他们的希望啊 期望啊 或者是 期望主要或者资金投进去了 但是问题不在这 这个世界成功事业就是个游戏 你在解决了吃喝拉扎睡以后呢 去做一个事业 很可能会失败的 也有可能一次成功 两次第三次就失败了 不可能永远是成功的 知道吧 行行出状约 393 人外有人 总有人会比你厉害 知道吧 总有人能够通平市场 总有人会做这些事 所以你 不要想那么多 你要跟 你现在应该请进去到 站在看看这个市场 失败就失败了 怕什么呢 你这么年轻都怕失败 那你50岁怕失败 还是80岁怕失败是吧 你完全有重新翻牌的机会啊 你的时间 你的生命 生命 年轻激情 还有你还能活很久假如啊 那这都是翻牌的几率啊 是吧 资金只是其中的一个啊 其度之间 如果你的项目真的好 你的激情真的在那儿 你完全的投入自己的 全身性的投入 会有人为你投资的啊 不是你自己投资啊 是吧 就是太想太多了啊 你可以做 你可以做 但不用想这么多 而且失败也不要怕 你一定要去培养出这种 不怕失败 而且不会失败 人生怎么会失败呢 只是在某些事上 没成功而已 你的生命只是 你在就算那些事是失败了 你也体验了很多 你学习了很多东西啊 未来第二次的时候 你会同心来过 你不会再做不成了 因为你考虑的 考虑的那个经验更丰富了 人生不会失败的 只是母亲是做不成功而已 怎么生命会失败呢 你到底是活生命 还是活那件事情啊 你的人生怎么过啊 你是在活着 在人道走着 而且终极目标 我们走到那块的时候 肯定会死亡啊 你妈会死 你孩子会死 你老婆会死 你也会死啊 那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是活自己的一生啊 那可能做很多事啊 可能不做很多事啊 那些事 成功是不该又怎么样了 是吧 你一定要去 把自己的人生观价 开拓 开启 就这样子想 你才能俯视每件事情 否则你每件事情都很迷茫 你俯视你的人生的时候 就俯视你头正的每件事情了 开始 俯视你自己的一生 而且我告诉你 这一生啊 就算你竭尽所能 把自己完全的布施出去了 你都不可能说 因为你这样子努力 让你妈妈很幸福 让你妻子很幸福 让你的身边的人很幸福 除非他们自己独立 知道吧 如果他们依赖你获取幸福的话 最有一切会失望的 我告诉你 你稍微有个风吹超多 他们就完全绝望了 万一你崩溃了 万一你不存在这个世界了 是吧 让他们有自己的命运 他们有自己的 他们会独立起来生存的 生活的 这才是 你如果想帮助他们 只是一种 你给予的只是物质层面的可能 就是说你赚的钱给他们点 但他们幸福不幸福 我绝对不因为你给了他 一百块钱他幸福 你给他一万 就算你明天赚了一个月 你试试你给了他 给了你妈 你妈就这一辈子无用无虑 很幸福了吗 也许出去被人绑架了 我告诉你 很幸福了 是吧 你说是不是你带来的问题 还有当你俯视你的人生的时候 不管每件事 一旦你觉得可以做 你就去做 每件事都是 当你解决了自己 出了那扎税问题的时候 给予周围的 所爱的人关心和关注 他们幸福不幸福 那就是他们的事了 知道吧 如果他们完全依赖你的话 那么他不会幸福的 我告诉你这一生 他一定要独立起来走自己的路 因为他有他的智慧 他有他的生活 他有他的方向 他有他的喜好爱好 他有他的生活圈 这样他才幸福 知道吧 不要包办所有人 不要把你觉得你有能力 我 我有钱 我可以把所有人 抱在我怀里 我可以啊 不是这样的 那不叫能力 能力是给予别人 独立生活的能力 给予他 让他独立 让他自己生活 让他自己给他重重 家人也是 每个人都会自己独立走完全程 走到终点 每个人都是独立的 没有人 你不会陪着他们一起死亡的 他们也不会陪你的 就像你来的时候一个人来 没有人陪你生 也不会有人陪你死的 重点在这 一旦你看清楚这一点 你未来就很好了 做什么都 就不会纠结在这些事情上 怕的 你就会无畏 知道吧 你就无惧 现在你做什么 因为我们自己少 或者我们投资 万一失败了 我们就 我们就觉得自己输不起 你输的是一件事 不是人生 不是你的一辈子 你的一辈子 怎么可能因为一件事 也得失败而输了呢 对吧 不会的 没有什么 知道吧 所以不用那样想问题 那样想问题 不是你就是错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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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